接下来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都说来自星星的你 不知道那颗星星在天空里 我是否能看见 既然你坠落了凡间 可能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方向 就让我拥抱着你 给你我平凡的疼爱 和忍着疼痛的暖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画芭比娃娃的男孩 作为迪士尼电影工业创造出来的 最成功的动画形象之一 这个叫芭比的娃娃 知名度是相当的高 尤其是世界各地的女孩子 那叫一个着迷啊 要是能拥有一个芭比娃娃 搂着她给她换换衣服 梳梳头跟她玩 可真是太快乐了 可是如果家里有个男孩 注意是男孩 要是这么的迷恋 芭比娃娃 给她换衣服啊 梳头啊 跟她玩 那这父母还会觉得开心吗 在重庆市 几年前有一户人家 得了一个可爱漂亮的男孩 取名小卡 这个孩子被一家人 视为掌上明珠 那当时这个 孩子生起来的时候 可爱吗 很可爱 一会去看我们的照片 那小的时候好可爱 又 小的时候又长得乖 我们原来挑战 人都喜欢逗她 好贵啊 根本就没按照她是这种 小卡的爸爸妈妈 是早婚早恋 一开始大人们不太愿意 可是小卡的诞生 给双方的老人 带来了很大的快乐 好贵啊 根本就没按照她是这种 小的时候看起 长得又帅 别人抱出去 这个男人美丽 走 都要车过来看看 这个儿长得好帅啊 小的时候又应该干净 长期都是干干净 一孩从来也不打过 老婆也不怕 只要看起 这路里也走得动 一睡就走路了 到处跑了 小卡长到两岁时 别的方面都挺正常 可是她有一个问题 让大人们觉得很忧虑 就不会说话 嗯 一直都没说话 一直都没开口说话 但是你们说话 她听得懂 不完全 就是不听得 也听不懂 嗯 周围的人说 这样不会说话的孩子 可能是富贵蜜 不是有句老话 叫做贵人与池吗 小卡的外婆 一直在照料小卡 她最了解小卡的情况 她心里十分不安 她觉得 这恐怕是个问题 小卡的外婆 还是带着她去医院 仔细地进行了检查 医生的结论是语言问题 发育迟缓 这不禁让小卡的父母家人 松了一口气 因为这个问题 随着年龄会好转的 然而 接下来的日子里 小卡的外婆发现 外孙的情况更加复杂 觉得她不听知灵 该说梦跑 马上还没得到这些症状 就是不听知灵 三个就是跑 咚咚咚咚地跑 但是以后她是说听不到 她就这样 都听不到了 你说听不到 一死的时候她喜欢的东西 以后她才好听到 一直说黄黄脸三个 她才好听到了 哪怕是在卧室 她都听得到 但是平时叫她 其他啥事 她就是在面前 一叫她都听不到 我就觉得她有问题 那么 小卡为什么两岁多了 还不会说话呢 她不听大人指令 是不是其他方面 也有什么问题呢 小卡三岁的时候 仍然说不了什么话 就连最简单的爸爸妈妈 也不会说 她的家人越来越感到焦虑 再次带她去医院检查 然而结论还是一样 失望并且迷惑不解的家人发现 这时的小卡 突然有了一个奇特的爱好 她三十岁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我就觉得越来越不太早 三十岁过后 她就特别喜欢那个把表 小卡竟然喜欢上了巴比娃娃 还到了非常迷恋的程度 要知道她可是个男孩子 家人十分不解 这孩子是什么时候 开始有了这个爱好的呢 啊 太翻唱了 她是不是买一个就算了 她是买的 只看到买的 你就觉得跑不脱 你不干嘛 一看就走不脱 你要不得什么买的 不得行 第二半几个小时不得行 她都要 必须买到收拾的走 小卡不仅要买巴比娃娃 买起来没完没了 还非常喜欢跟她们玩耍 一玩起来就非常投入 她玩巴比娃娃的样子 让大人们感到实在无法理解 她们巴比娃娃抱起 她不是每一个都打开 她就顺度那边 从那去换衣服啊 梳头发啊 就是搞那些东西 那么像这样年龄的男孩子 有可能喜欢巴比娃娃这样的玩具吗 这是否属于正常范围呢 三岁的小卡 有着种种让家人无法理解的表现 而且她还不会说话 这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能力 这总是让家人陷入尴尬之中 拿起我就逃了 看到另外一个团 Hope 又拿去我就逃了 以后的就给它当帐 就是这样的 嗯 拿起就懂 拿起就不逃 他也不关支 他也不想到给钱 拿起就跑 拿起就整 就大客就开始分 besides 就跟他走了 那时候我们想我就不再 不觉得三 后来大姿就觉得也就让他不逃了 然后可能呢 哪个就说要给钱给钱 他就拿起就走 这个小卡明明是个男孩子 却狂热的喜欢芭比娃娃 他不仅喜欢玩还喜欢画 经常有事没事的就画芭比娃娃 而且一见到芭比娃娃就非要买 不给他买呢就大哭大闹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小卡呢越来越大了 他拥有的娃娃也越来越多 而小卡的异常情况也越来越多了 家人是越来越担心了 这时他们突然听说 这样的情况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检查 2012年小卡的家人在无计可施的时候 突然听说 重庆市北贝区的第九人民医院 可以检查这一类表现异常的儿童 于是急忙带着小卡前去就诊 他来的时候呢 他年龄有四岁了 但是呢 他的发展年龄 就是他的社交 他的语言沟通 这些方面的年龄呢 才相当于两岁左右的水平 在这家儿童医院自闭症研究中心 医生经过仔细的检查 最后得出了一个很明确的结论 小卡患上了自闭症 我就怀疑了 结果在哨子里 你哨子里一说是自闭症了 我们还觉得不觉得惊讶了 因为他已经用心理准备了 心理已经成熟得来了 已经都觉得 自己面对现实了 自己来给他吃了 这个诊断结果是如此沉重 小卡的家人都很难过 自闭症不就是电影海洋天堂里那样的孩子吗 小卡的外婆此时却非常镇定 因为她对此早就有所怀疑 她带着小卡在医院附近租下一间房子 开始进行治疗 现在已经四岁的小卡 是否还能有效地进行治疗呢 反正经理嘛 我们都经理嘛 因为第一名的老师经理 我们自己家长也觉得经理就行了 温馨无愧就是我们还在想 反正就是 但是没想到我们今天效果还好 刚来的时候状态挺不好的 挺糟糕的 就情绪也不好 然后认知能力也很差 然后社会交往方面也很差 都很差 那你会说话怎么看 说话说得不清楚 她有一点点语言 但是一些语法呀 结构啊 这些都是错误的 那她会跟人交流吗 她来的时候肯定不会 不会 也不会就是说 她不会很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情绪 她就只会用枯涝啊 或者说毯地上啊 这种比较极端的一些方式 来表达她的情绪 医生说 自闭症发现得越早 行为干预越早 治疗效果也就越好 小卡的情况不容乐观 而小卡的家人也非常关切地想知道 小卡迷恋 芭比娃娃这种行为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否还能够改变呢 她这种情况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孤独症的一部分孩子啊 她有一些在刻板重复行为当中啊 她有一种表现 就是对某一个物体有过度的迷恋 或者是说是对一些某一样东西有强烈的这种需求和兴趣 原来 迷恋芭比娃娃只是自闭症的一种普遍存在的刻板行为 是对于外界物体的一种依赖性的需求 这也是治疗当中需要进行针对性关注的内容 训练当中啊 一个设置她的一个专门的一个超市的情境 就把她喜欢的芭比娃娃放在那里面去 然后针对这种她的这种情况来专门给她进行训练 治疗是艰难的 但是老师和家人都很有耐心 小卡是个聪明的孩子 渐渐的家人惊喜地发现 小卡开始发生了变化 每一个月都有效果 每一个月都有进步了 开始来说话嘛 她就是放手嘛 愿意出来了 开始是放手 我原来我还得笑 我说哎呀 我母头买了一台免费的辅度器 对于一大人说啥子 她就给说啥子 究竟辅度器让爱 但是辅度时间没得好久 可能就是两三个月 她就自己的愿出来了 她就过于自己的思维了 小卡四岁时经过语言训练 她终于会叫自己的爸爸妈妈了 这种幸福来得很晚 却充满了惊喜 小卡的外婆觉得 自己的辛苦终于有了回报 这就值得 我说我不是妈妈 我是外婆 我说她就晓得了 我说刚才我得到几岛 开始一直喊妈妈妈妈 我说我不是妈妈 我是外婆 我说她就晓得是外婆了 小卡先生语言进步很快 表达越来越丰富 接着 她对于芭比娃娃的迷恋 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她现在喜欢在纸上画芭比娃娃 画得挺漂亮 但她不再无休止地 去缠着大人买芭比娃娃了 外婆将她那一屋子的芭比娃娃 送了人 她也没有生气 经过了三年持续的治疗 在我们面前的小卡看起来很正常 而且很凝利 看不出与一般孩子有任何不同 小卡虽然对于她画得漂亮的芭比娃娃很得意 但是每当有人问起来她喜欢芭比娃娃的事 她就选择了避而不谈 她在其他人面前 她都不太愿意暴露出来 因为这种行为 应该说 她也是属于一种 不太好的一种问题行为 所以她不愿意在常人的面前表达出来 看到小卡这样的状况 付出最多辛苦的外婆感到十分高兴 她终于可以为外孙的未来打算起来 肯定高兴 但是因为看到已经开始是画 开始是画了圆一出来 肯定高兴 还有每一个月每一个月看到进步 就觉得还是多 还是多累了 但辛苦 都觉得还是多 心都舒服 关于妈的自己有进步 即将进入小学 这对于一般的孩子来说是件喜悦的事情 但小卡能够融入正常的学校生活吗 肯定难心 就怕融入不进去 还是有点担心 但是我觉得回去度了半年又远 我经过我的观察 反正我就慢慢复复嘛 可能还不是我想的那样 早远的会才回去之外 我想的还多 我就觉得怕有点浪货了些 在治疗小卡的医生看来 像小卡这样的孩子 经过了治疗与训练 进入正常生活 已经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最新的数据嘛 46%的孩子 他的治疗是正常的 所以实际上就属于这种 就是我们经过康复治疗以后 他的认知啊 交流啊 语言啊 这方面的发展都比较好 所以现在的话 他现在学习方面也没有多大的问题 他也能够就是在学习方面还是不错的 小卡的家人期待着小卡成为学生的这一天 也盼望着社会对于他这样孩子的宽容与接受 因为这样的孩子对于社会的适应 还有很长的道路 这个治疗基本上是会伴随他一生的 他现在比如说他以后上小学 然后他周末也会到我们这里来继续进行治疗 进行训练 那更多的就不是一个基础的能力的训练了吧 不是 就是更多的是对他的一个社会交往 也就是社会技能方面的训练 就让他去学会怎么去融入这个社会 怎么去正常的生活 据医疗界保守估计 在我国的自闭症患者可能有几十万人之多 其中的大多数可能还没有得到专业有效的治疗 而这样的患者不同于一般的疾病 他们想要得到平静而快乐的人生 可能在社会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关注 自闭症又叫孤独症 我们很难把这个字眼和小卡这样天真可爱的孩子联系在一起 但这种疾病就是这样无情的存在着 只有正是他及早的发现 运用正确的治疗手段 才能使这样的孩子得到帮助 过上正常的人生 我们也祝福小卡能够早日融入正常的生活 我是徐骏 明天见